不讓人的控訴影響,亦都不去控訴人 因為人是很容易控訴人的 人很容易會說人甚麼不好 那些說話很容易會傷害人 這是很多人都會做一種習慣 即是你真的不聽話,你真的做得不好 就算在基督教圈子都會說 你又不祈禱,你又不悔改,你很多地方不聽神話 有很多指責的說話 聖經也有指責 如何平衡呢? 其實聖經裡的指責都會說到 你悔改,你行起初所行的事 神就喜悅,神就祝福你了 即是說到,當你就算犯了罪 聖經也是有應許祝福的 所以聖經不會只是用指責 譬如,耶穌指責門徒缺乏信心 接著祂就說,你有信心 還有一粒芥菜種都能夠移生 所以祂即時給他們應許 耶穌也跟彼得說,祂說 撒旦要犯你,好像犯脈子一樣 不過我已經為祈求,叫你不至於失了信心 你回頭以後要經過你的弟兄 彼得就說,不會的,不會的,我不會否認你的 我不會離開你的 接著耶穌就說,你今晚三次要否認我 祂知道彼得要三次否認他 祂也是說,撒旦要犯你,好像犯脈子 但我已經為你祈求 即是耶穌也是用恩典鼓勵他的 用恩典鼓勵他 我已經為你祈求,叫你不至於失了信心 你回頭,你就見過你的弟兄 並且神要使用他 讓我們看到,就算彼得要否認耶穌之前 耶穌依然是用恩典鼓勵他 你會發現耶穌說到開始就說到八福 都是說到應許的 即是哀動的人有福 因為你們必得到安慰 說到各方面的神的應許 原來神是用祂很多的應許鼓勵 我們不只是叫人不要做什麼 不只是罵人 罵人的指責就是律法 我們要分辨兩件事 在聖經的真理裏面有恩典 有戒命、律法和責任 恩典是甚麼呢 是神伯伯給我們的祝福 譬如神愛我們 祂接立我們 祂尋找我們 拯救我們 射免我們,拯救我們 有計劃,祂如何祝福我們 興起我們 又紀念我們的事奉 又賞賜我們 聖經就用很多神的應許 神的祝福來鼓勵我們 所以我們基督徒有力量 就是說 我們的生命是寶貴的 我們一聽話 神就歡喜了 神就祝福了 這就是有鼓勵的 這樣去提升生命 如果只是律法 律法也是對的 律法不是錯的 耶穌也說 律法的一點一話 都不能夠廢去 是重要的 問題就是 不會單單有律法 律法是甚麼呢 就是我們應該遵從的 就是我們盡心愛神 敬拜神 尊敬神 愛人如己 關心人 離開罪 全福音 這些都是聖經吩咐的 這些不是錯的 問題是錯在甚麼呢 是有很多人 只是說你要做甚麼 你要做甚麼 即是說 好像你信耶穌 耶穌赦免你 那就是開始了 接著你要做甚麼 你要傳福音 你要祈禱 你要讀聖經 你要聽話 離開罪 你沒有做得好 你就要悔改 還有有些人就說 你信了主那麼久 你都沒有成長 你真的要悔改 你真的生命不行 不得好 很多人就會 很多時候都是用 指責的方法去叫人去改變 但我們發覺 在聖經裡面的說話 是時時帶有應許的 很多的應許 所以 被應許激勵 以及被律法推動 我要做 我要做 我要盡力 是兩樣不同的事 為甚麼很多人被人說 譬如有些人說 你真的沒用 你真的蠢 聖經也有說到 愚絕人 但聖經說甚麼 神簡選那些 世上愚絕的 叫那些智慧的羞愧 即是說 雖然愚絕 神就會提升 所以神是會提升人 不過人 很多時候會說一些 傷害性的說話 即是說 你真的很蠢 你學習很慢 學下去都學不到 有些人就容易受傷害 我們又想想 其中一個原因 為甚麼那麼多人受傷害 就是這個名詞 這個字 其實由英文翻譯過來 比較貼切 就是Threshold 這個字 Threshold 是甚麼意思 它意思是一個門檻 門檻 門檻 即是說 例如家裡有一個門檻 都是為了防止雨水流進來 可以應用 Threshold 這個字 在英文來說是很廣闊的 可以應用在情緒 經濟 各方面 各方面都可以應用 即是說有一個標準 如果你過了那個 你就會有問題 我們應用在情緒是甚麼呢 即是很多人的這個Threshold 這個門檻 或者這個臨界點 是很低的 即是怎樣呢 人家一挖一挖它 它立刻 哎呀 它挖我 哎呀 它今天看都不看我 它今天都不和我招呼 哇 立刻受傷害了 即是它是很容易受傷害 我今天說到第一 就是幫助那些容易受傷害的人 亦都是幫助那些容易受傷害的人 即是我們就留意一下 為何有時有些人 跟我們說一句說話 挖一挖我 或者是說一些說話 激一下我 或者說我們甚麼不好 哇 我們立刻 哇 有沒有搞錯啊 他會這樣說我 哇 有沒有可能啊 他是基督徒 為何會這樣呢 那麼我們就立刻塌了 那麼這個呢 就是很多基督徒的情況 那麼所以 我也鼓勵大家 留意一下 你自己是不是很容易受傷害呢 很容易會被人得罪啊 覺得很不開心呢 那麼我們需要去處理的 那麼我們 即是今天都會說到 怎樣被人 不被人控訴 不被人影響的 好了 那麼首先明白一點呢 就是人呢 是習慣控訴別人和自己的 其實在我們周圍的人都很容易說 你要乖啊 你不乖啊 你就沒有人疼你了 你要乖啊 你要聽話啊 你昨天又不聽話了 你又說謊了 你又被老師罰了 又哪個人又對你不好了 很多時候人呢 從小到大 我們都很容易被人控訴 也都很容易控訴別人了 即是我們 有些人教人的時候 很容易這樣說過 很容易這樣說 你說 你都不聽話的 我教你都不懂的 已經提了你很多次了 為什麼你還是不改 這些說話 很多人不知道那種傷害性 我想問大家 你有沒有試過被人說 教極點都不懂 總是經常不改 你這麼蠢 這麼沒用 當你聽到的時候 你會說 沒有所謂 不要緊 我是寶貴的 他說什麼都沒有所謂 我是很重要的 神很看重我的 不要緊 不要緊 我們會不會就 不要緊 還是總會有些不開心 這個呢 因為人 被尊重是一件重要的事 其實這個人 如果一個人 不被尊重 譬如人們當他是 垃圾 當他 當他沒有道 其實這個人 是覺得很沒價值的 是很不開心的 所以這個尊重人 神也是尊重人 聖經充滿了 神對我們尊重 他用什麼字 他說你是我眼中的童人 你是官面上的寶石 我常常想念你的 我不能夠忘記你的 婦人也能忘記 他吃乃乃乃 就算忘記 我也不會忘記你 所以神是用 很多很多安慰的說話 鼓勵的說話 鼓勵我們的 但是人 是很少用這些說話 即是 即使基督徒也是 很多時候叫人做什麼 叫人做什麼 就很少說神很看重你的 因為覺得這個人也沒什麼用 神怎麼會看重他 他也是沒什麼用的 即是那些其他有用 這個沒什麼用 但是其實 在神眼中 聖經說這句說話 他說 神簡選世上如絕的 叫有智慧的收愧 目的是什麼 就是你不要以為那些人蠢 是沒用的 我還能夠叫他 叫那些智慧的人收愧 我曾經試過參加一個聚會 就認識到有些小組是這樣的 那些小組全部都是有智障的人 我們有時候很難想像 整個小組是智障的人 而那個領袖 也都是有智障的 那個領袖也是有 那個領袖也是說話很有問題的 那他就上台作見證了 那他上台作見證的時候 他就說話了 那他就是很難表達的 但是他就帶領到一群 都是有智障 或者身體有障礙的人 那這個就是神能夠 揀選一些 世上人以為如絕的 就可以祝福他 所以我們要留意到 原來有些人是容易批評人 我們都要問問自己 我容不容易批判人 我們就需要在神面前悔改 為甚麼人喜歡罵人 或者控訴人 因為他以為這是有效的方法 很多人相信這些錯誤的想法 對方做錯當然要罵他 控訴他 這個很多人以為 但其實他做錯 是否一定要罵他 其實我們可以告訴他 其實你也是努力的 你是可以改善 你可以做得更加好 我們可以讓他知道 你是可以進步的 我留意到你有努力 這件事很多人都不肯做 很少說 我留意到你努力 因為很多人只留意到他沒有改善 就沒有留意到他有努力 我們應該說 你有努力 我就欣賞你了 就不只是說 你做來做也做不到 這些說話就會傷害人了 還有第二 就是對方能力差的時候 那些沒甚麼能力 就貶低他 就笑他 你學甚麼都學不到 念聖經也念不到 你經常都做不到 神吩咐你的事 那就少看他 有時沒有笑出來 不過心裡少看他 人家感覺到 怎樣感覺到呢 好像來到教會 因為有些人不喜歡採取他 沒有甚麼人跟他聊天 他就覺得我是那些 好像沒有甚麼人看重的人 所以求主幫助我們 我們對每一個人都有關心 都有珍惜 我作為牧師更加要小心 為甚麼呢 因為人會特別敏感 譬如很多人都招呼 走過一個人不招呼 他就說 牧師也不跟我招呼 他和每個人都很開心 他笑的 他見到我 不笑的 他見到我 不招呼的 所以牧師的要求是更加高的 但如果牧師有看少一個人 或者傷害一個人 那個傷害更加大 因為牧師覺得 牧師是代表神的 他來到侍奉神的 他帶領我們 他也少看少我 就是神看少我 所以這件事 我們真的留意了 那不只是牧師 你做組長 你做幫人的人 如果我們見到他做得不好 見到他的能力差 我們就少看少他 因為他的傷害更加大 我們就留意自己所說的話 接著 有時人會討厭人 討厭他甚麼呢 他的樣子很奇怪 或者他的做事方式 他的說話方式很奇怪 有時討厭 有時真的不喜歡一個人 就是在裡面發出 有些人都說 當你認識一個人 那幾秒鐘 已經決定你和他的關係 因為有很多人 一見到一個人 覺得他面貌不揚 看到他 說話 吐吐吐吐吐 看到他沒有甚麼知識 已經沒有甚麼興趣 我們也求主幫助我們 留意到 如果我們看某一個人 好像沒有甚麼興趣 在心中有些厭煩他 我們需要處理 因為用回到聖經的原則 你如何定人的罪 神也如何定你的罪 如果我們厭煩人 如果神厭煩我們 就很大事 所以我們不要厭煩人 我們看到他 就算你覺得他有些東西 真的令人不喜歡 我們也要考慮一下 如何去幫助他 但不是用一個強烈的教導 而是欣賞他 鼓勵他 但是有些人真的很難欣賞 為甚麼 他真的好像 很多事情都做得不好 他的態度又不好 我如何可以欣賞他 這件事就是求主幫助我們 真是說有這個廣闊的心 神就有這個廣闊的心 有很多人 他的生命真的很破碎 但是神依然去接納他 依然愛他 這就是神的那種怜悯 怜悯那些人不喜歡的人 神都一樣怜悯的 還有有時人就會覺得 有些人很欺負 即是怎樣呢 這個人譬如說 他就說說欺負他 他又不懂得搭嘴 好像很欺負一些 於是習慣性欺負這些人 譬如有些人笑人 這個人就不懂得回應 於是就習慣性笑他 而這些人為甚麼會欺負這些人呢 因為他享受或習慣欺負人 其實欺負人是神不喜歡的時候 神是不會祝福這個人的 或者有時人就是自己煩躁 自己很不開心 就會找人出氣 就會找人發洩他的怒氣 這也是我們的問題 為甚麼人有那麼多問題呢 就是因為世人都犯了罪 就是我們人人都有罪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試過 有些人我們是不喜歡的 我們會看小的 我們就求主赦免我們 幫助我們脫離這些罪 放下這些罪 讓我們真心去看重人 祝福人 祝福人 人亦都會把人和別人比較 你真的沒有用 你看看別人 你看那班 你看別人的同學 小學同學中學同學 他們現在都讀完大學畢業了 你還是一事無成 甚麼都做不到 其實這句話並不會幫到他 聖經說 只要隨時說造就人的好話 叫聽見的人得益處 就是當我們說話的時候 叫人得益處 這樣的時候 神就喜悅了 神就祝福了 但如果說的話是傷害人的時候 神是不喜悅的 為甚麼人會那麼容易傷害人呢 因為他裡面的潛意識 我們每個人都有被人傷害過 所以習慣性就會容易傷害人 裡面被人擊過很多次 所以裡面有怒氣 有些人在裡面很容易爆發怒氣 有些人做得不對勁 例如洗碗洗得不夠乾淨 有些人沒有收拾就發脾氣了 這就是因為他裡面裝著很多憤怒 或者怕人 為甚麼會怕人呢 因為曾經失敗過 或者別人被人欺負過 於是會怕人 潛意識 他會怕人 亦都會造成他跟人之間有距離 會不敢跟人接觸 其實我們心裡面藏著潛意識的問題 都影響我們跟人的關係 怕人亦都會有一件事 他會偏造一些說話 他會說這個人其實不喜歡我的 他不理我 他看少我的 他會想這個人 因為他怕這個人 所以他覺得不敢跟他聊天 他覺得這些人不喜歡他 或者他自己覺得自卑 或者會生氣 沒有安全感 或者是防衛性 別人說甚麼 即是防衛 這些都是人會在潛意識裡面 需要釋放的 怎樣釋放呢 當我們留意到 我們裡面會有些不開心 會容易被人氣壞 我們就問自己 為甚麼這麼容易被人氣壞 為甚麼別人說了 我們這麼容易被人氣壞 我們就建立自己的 神裡面的自信 神是看錯我的 我是寶貴的 我又建立我的能力 同人相處的能力 同神相處的能力 從神得力 整個生命發揮 當我們整個生命發揮的時候 我們的生命就會慢慢被建立 這個潛意識的建立 不只是同神關係 第一 同神關係 深信神愛我 第二 亦都是 建立能夠懂得關心人 和人聊天 又懂得去幫助人 懂得處理逆境 即是處理各人的問題 是會建立我們的潛意識的 亦都很多人自卑 自卑的時候就會 自卑的人容易傷害人的 自卑的人他容易 他看到別人不好 他又會想去談人 去罵人 證明他自己比別人 或者自卑的人 亦都容易被人傷害 自卑的人就經常 哎呀 我又做錯事了 人家覺得我很笨 我真的沒有希望 我改不了 我沒有人愛我的 人生是最痛苦的 人們都笑我 我是最慘的 我生存沒有意義 如果你心中都有這些意念的時候 我們就需要處理 是否我們心裡很容易受傷害 人家說什麼話 我們馬上容易受傷害 或者我們也容易傷害別人 好了 我們第一點就說到人是容易傷害人 亦都容易被人傷害 第二點就是說到 耶穌除去一切的控訴 所以沒有人能夠控告我們 所以沒有人能夠控告我們 這一點是需要深深藏在我們內心裡 我自己作為牧師 一定是受過很多人的批評 負面的意見 或者有時甚至是傷害 是一定會有的 這些是在我們人與人之間的相處裡面一定會有的 亦都有一些無理的 那無理的我怎樣呢 我裡面一定要處理的 如果我不處理 我裡面就會放了很多傷心和憤怒 以及不開心和失望的 那我會處理怎樣處理呢 我問問自己 我有沒有做錯 我做錯就認錯 如果我沒有做錯的時候 我不用介意他所說的話 我試過很多次 有時有些人會說一些說話 有時就不是直接說 而是間接說 有人說你什麼 有人說你不理他 有人說你不關心別人 有人說你什麼 這些是我們做牧師 是一定會聽到的說話 我都盡量求主幫助我們 不要脫漏 盡量對人都是善意 都是祝福人 但有時有些說話 即是真的會聽到一些說話 那你聽到說話 大家想一想 你聽到說話 心會怎樣呢 一定會忍住的 譬如有人說你 剛剛告訴你 喂 有人說你 你在哪裡 你經常都很招職 譬如有人說你很招職 譬如有人說你很招職 你又想我怎樣招職 有人說你 說話很粗魯 挖雷錘 很喜歡貪便宜 譬如有人說你 無論你有沒有做 或者你沒有做 或者你有做 你的心會不會覺得 很暢快 沒有所謂 我們一定會覺得不舒服 問題就是不舒服多久 有些人一輩子都不舒服 經常都說 他經常都說我不好 他都看少我 我們心中就會受傷害 其實在我第一個侍奉 我未做牧師之前 我侍奉是很開心的 為什麼呢?因為人們覺得我很熱心 所以我做甚麼呢? 在當時的教會團契 很多人很歡迎 但是當我做了牧師之後 因為有同工的批評 我真的在心裡很辛苦 因為他又不是直接跟我說 就間接說 跟著又傳給我 我心裡真是不舒服 我初期我只是做甚麼呢? 就是讚美神 呼求神 那時我用詩篇來配一些歌詞 我發覺唱詩歌真的鬆了 但是遲些又鬆了 後來我經歷聖靈的確有幫助 但是我發覺我有時有空時 我做事的時候就沒事 因為我一直做事 有很多事情要想 但是當我有空去洗碗的時候 有時那些巨派就走出來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 你有空時有些不舒服的感覺走出來 但是我說其實呢 其實我都是真是很努力 很忠心 即不是完美 都是我真是努力去做 所以我其實都不用介意 我不用介意我可以享受神 可以感謝神 我心裏面這樣告訴自己 那我告訴自己 那我心是舒服一點的 又讚美神是鬆一點的 不過我翌日又來過 我翌日又處理 我發覺一直重複處理 並且我有一個刻意的 互動的討告 我都教過大家很多次 我一親近神 神就親近我 神就是歡喜 祂一定會回應 不像皇帝那樣 皇帝 你去敬拜皇上 皇上未必會留意你的 但是我們的天父就不是 我們親近祂 祂是很歡喜的 我們就算一杯涼水 給一個小子 都不能不得上次 所以神是很歡喜 我們任何遵從祂的地方 所以我經常有這個互動的祈禱 我一親近神就歡喜 我讚美神神就歡喜 我要開開心心 多謝天父 我經常都在這個狀態的瓶 多謝天父 神歡喜 我親近祂的 這個不是驕傲 而是聖經說了 祂一定會回應 遵從祂的人是有福的 神已經說了 所以我一邊遵從祂 祂一定會有福的 那我就會告訴自己 我經常是神歡喜 所以我就可以開心 我就不需要因為祂的說話 而受影響 我是可以開開心心做人的 我是開心事奉的 那我就把那些負面拿走 那一路一路慢慢就脫去 尤其是這個互動的禱告 是幫我很大 那我以前那個禱告 讚美神的確是會 真的鬆 但過後又會再回來 但我現在這個互動的禱告 我一直說 我讚美神 神就歡喜了 我就可以開心了 那我就整天可以開心了 我就發覺那些負面的就再沒有了 一旦有的感觸出現 我馬上就說 我現在親人神神是喜歡的 我侍奉神神是喜歡的 我侍奉神神是喜歡的 那這些控訴就離開我 以前真的很長的時間 那些控訴在我心中是影響我的 其實我不怕黑 不怕老鼠 不怕蟑螂 但我在內心裡怕人的控訴 怕人的指責 或者怕他不喜歡 好像覺得你做得不好 但是我一直處理的時候 就發覺這些其實是一些 魔鬼就喜歡控訴我們的地方 聖經講的這個經文很特別 我希望大家記得 放在記憶裡面我們一起讀 羅馬書八章三十三節 誰能控告神所簡算的人 有神稱他們為異了 誰能定他們的罪 有基督耶穌已經死了 而且從死裡復活 現今在神的右邊也替我們祈求 這要講到誰能控告神所簡算的人 沒有人能控告 因為神已經稱他們為異了 稱異的意思是什麼呢 聖經也說算他為異 也說異譜 即是我們本身都有不義 我們沒有一個人是完美的 完美的人就是能夠盡心愛神 愛人如己 我們就是完美了 完美的人 這個世上沒有一個人 來到神面前 神就說你是完美的 你完全沒有任何瑕疵 這個世上是沒有的 但是唯有耶穌是這樣的 所以我們 我們根本不是有完美的異 但是我們是清異 神清我們為異 神算我們為異 神也將異譜放在我們身上 所以在神的眼中 我們就好像耶穌基督 有這個異在我們身上 這個以賽書六十一章十節 六十一章十節 我希望大家記了這個經文 我恩耶華大大歡欣 我要靠神快樂 因為祂以拯救為衣 給我穿上 以公義為袍 給我披上 好像新郎 戴上華觀 又像新婦佩戴裝飾 哇!美得不得了 就是神將祂的異袍 以拯救為衣 給我穿上 祂的拯救好像一件衣 以公義為袍 披在我身上 所以我便有耶穌的異袍 所以神的射罪和拯救 並不只是沒有了罪 我用一個例子 希望大家可以記得 譬如有一個殺人犯 這個人殺了人 並做了很多壞事 結果被捉了 捉了之後 法官要判他死刑 但是 譬如在古代時候 皇帝宣佈 這個人有什麼大恩 他曾經做過什麼事 或者我很喜悅他 好了 免他 所有的罪 完全免殺他 今天可以無罪釋放 他一定很開心 他無罪釋放出去了 但問大家一個問題 這個人無罪釋放 他是不是完美 他絕對不是完美 他殺了人 他犯了很多法 他只是皇帝宣佈他無罪 放了釋放他出來 所以他其實並不是無罪 只是 不當他有罪 耶穌不只是這樣 不當他有罪 好像這個罪出去 仍然是污衛 耶穌是把他的義婆 加在他身上 所以在神眼中 我們好像耶穌那麼漂亮 所以每次親近神 到神面前 你會說 我相信神你看我 就好像新郎新娘 那麼漂亮 有義婆在我身上 好像耶穌那麼完美 我們可以這樣相信 這個相信 不代表我犯任何罪都不重要 我們一有罪 我們就悔改 因為知道罪有破壞性 但當我們有罪的時候 我們不需要害怕死 神現在不喜歡我 因為我有罪 只要我們真心悔改 我真的有罪 我得罪你 我求你赦免我 神就一定赦免 一定看我們 好像耶穌那麼聖結公義 你和旁邊都說 神看你好像耶穌那麼聖結公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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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我們大家都這樣相信 你可不可以相信這件事 神稱你為義 所以沒有人能夠控告我們 也沒有人能夠定我們的罪 因為耶穌已經死了 而且從死去復活 現在在神的右邊 還為我們祈禱 祂為了我們死之後 祂升到上天上 祂認救不停地為我們討告 所以沒有人能夠控告我們 有人控告我們的時候 我們有罪 我們要認錯 我們和祂和好 但我們不需要繼續內疚 即是沒有人能夠繼續控訴我們 我們做錯的事 我們每個人都會做錯 做錯的時候 不是代表實際每日 我們就是神 你赦免我 也請那個人原諒我們 神就會赦免我們 我們也和這個人和好 如果這個人繼續控訴我們 我們不需要放在心上 不需要繼續說 哎呀我做錯的事 真是很差很差 如果真是很差的事 我們都盡量補償給祂 第一句我們可能控訴自己一千次 可能有人罵過你 你就回家又想 哎呀他罵我真是壞了 我真是不應該這樣做錯 內中自己又回想 我自己發覺我也有這個情況 我會想回很久之前做的犯錯 但問題就是有兩種反應 第一種反應是怎樣 哎呀我真是壞了 哎呀我真是壞了 哎呀那時為何會犯這樣的罪 哎呀我真是離譜了 這種是繼續控訴 這樣就很慘的 但我們可以深信 神真是赦免我 我悔過神真是赦免我 我亦都是真的 爭恨這個罪 我要離開這個罪 神是歡喜的 那我想回這個罪 教訓是甚麼 以後留意不要再犯這個罪 這就是我的心意 總之我有想回這些罪 我就說 神啊我多謝祢 祢賜給我動力 現在我不想再犯這個罪 我以後不再想犯了 這就是神想的 那我們就放手了 就不用繼續內疚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記得 沒有人能夠控訴我們 但我們真的有做錯 我們需要認錯 需要補償 我們補償之後 那個人不肯搖書 那是他的問題 我們就不需要揹著這個淡子 自己也不會繼續控訴自己 但這件事可以說 說就容易 做就難 因為我們有罪性 罪性的一個特徵就是喜歡控訴 因為魔鬼是喜歡控訴的 罪性是被魔鬼影響的 我們仍然有罪性的 所以我們依然會有罪的意念 但是我們就盡快 一有罪意念 立即處理 那這個神就歡喜 所以一有這麼多控訴 立即處理 那我們的心就 平安輕省 我是犯過罪 我是犯過罪 但是神赦免我 我也刻意對付罪 我處理罪 所以我不用再被罪的控訴 魔鬼也沒有權控訴 魔鬼也會控訴我們 魔鬼也沒有權控訴 我們也知道一件事 就是 繼續犯罪是會繼續有控訴的 我自己以前 以前來說 沒有像現在這麼刻意處理罪 我也發現一件事 就是犯罪之前好像有吸引力去犯罪 但是犯罪是很內疚 很不舒服的 但是我現在知道一件事 就是 我知道犯罪是得罪神的 是破壞我生命 所以我刻意處理任何罪 不讓罪影響我 那就是魔鬼 我們一起讀一下 启示六十二章十節 因為那在我們神面前 昼夜控告我們 第二兄弟已經被摔下去了 魔鬼已經被摔下去了 所以 他沒有權兵 控告我們 如果裡面有任何意念 控告我們 我們就可以告訴他 耶穌已經稱我為儀 沒有人能夠控告我 你不能夠控告我 我是神稱義的 也都是念了這個 《以賽書諾》一章十節 那裡說到 他以拯救為依給我穿上 以公義為仆給我披上 大家看到這個圖 魔鬼在這裡控訴你 但是耶穌在你旁 但是耶穌告訴他 你不用頭疼 我懈免你的罪 所以希望我們 不要被魔鬼控訴 以致頭疼 我們看到這個彼得 耶穌真的很憐 《路加夫》五章八節 《伸門彼得》 一看見 看見耶穌叫他們 把網殺到另一邊 就捉了很多魚 他就苦伏在耶穌面前 主要離開我 我是個罪人 但是耶穌的回答是 不用怕 從今以後你要得人了 即是 祂就覺得自己沒有用 這也是我們會有的情況 我們會覺得內疚 但是神就說 我已經赦免你 不要緊 我會使用你 我會提升你 所以有些人說 我有罪 我不能夠侍奉 我會這樣說 你有罪 你立即悔改 你立即悔改 你刻意處理罪 你是可以侍奉的 當然 你不可以進入高層次的侍奉 就像作為牧師一樣 我一定要高度處理生命 譬如我 每天都犯罪 每天都求主赦免 我去侍奉的時候 神不起悦 我內心也會有指控 所以這是我一定要處理的 一個高度的侍奉 一定要高度的處理生命 但是每一個人都可以 你一悔改 求主赦免 我真的對付罪 你就可以去榮耀神 去作見證 你不用等到我沒有罪 才傳呼音 不用的 你現在可以傳呼音 現在可以親近神 可以敬拜神 可以鼓勵人 可以為人討告 這就是我們可以做的事 就是現在可以開始了 還有 如果我們覺得自己沒有用 蠢或者什麼 神就告訴我們 我們一起讀 哥林德前書一章二十七節 神卻簡選了世上如絕的 叫有智慧的羞愧 又簡選了世上軟弱的 叫那強壯的羞愧 所以就算我們是 如絕或者軟弱都好 不要緊 神可以提升我們 叫我們能夠 叫那些智慧的羞愧 叫那些強壯的羞愧 因為神會提升那些 親近祂的人 依靠祂的人 神會高度的提升 哈利路亞 好了 時間關係 今次我們就講到這裡 大約講了什麼呢 第一講到 人是有習慣控訴別人和自己的 而第一個學習就是 怎樣除去一切的控訴 以及怎樣不去控訴別人 後面講到一些 我在這裡簡單的總括一下 因為 講到怎樣說話 我們下一次會更加詳細講的 因為很多人會這樣講的 就說 你又犯了罪了 你又軟弱了 你看你 這麼沒用 你經常都犯罪 神怎麼用你 有時人就會用這些說話 那我們可以怎樣講呢 我們可以用什麼方法呢 我們可以用一個方法 就是用 首先恩典的說話 就是多些恩典的說話 神會體重你的 你的生命很寶貴的 當你聽神話 神會祝福你的 那你就算你是軟弱 那你求主赦免 神就赦免你了 神就祝福你了 神就祝福你了 提升你了 那你就可以 被神提升 被神使用的 用這樣的方法 總是給祂恩典 雖然你做了錯事 當你悔改 神一定會赦免你 神在你生命中有奇妙計劃 神要祝福你 加力給你 神會提升你的生命 會加力給你 會幫助你 進入更高層次的事奉 用這些說話 就不是說 你真的沒用 你看你做的事 你看你講的事 你有沒有搞錯 那這個就 不要用這一類的方法 一會兒我們的小組 就是練習這些 第二樣練習是什麼呢 鼓勵人去祈禱 或者悔改 或者親近神 用恩典鼓勵 如何因典鼓勵呢 譬如說 神是很樂意赦免我們的 雖然我們犯了罪 但當我們悔改 神就很歡喜 講多些神的工作 神是很樂意赦免我們的 耶穌也為我們 付了罪的代價 當我們悔改的時候 神一定赦免 神一定洗淨我們的罪 神一定拯救我們的 所以你真心悔改 神是歡喜的 我們也知道 罪有破壞性 所以我們 憎恨罪 離開罪 神是歡喜 而繼續犯罪 一定有破壞性 我們可以告訴他 但講的時候 有一個恩典的氣氛 什麼叫恩典的氣氛呢 即是說話裡 有一種傳遞 恩典的感受 什麼叫不是恩典的感受呢 即是說 譬如說 你真是沒用 你又是這樣 講來講去都是這樣 總是不改變的 這些就是 批判性的氣氛 但我們可以用一個恩典的氣氛 就是 神看重你 你是寶貴的 你可以大大發揮生命 即是用恩典來鼓勵祂 神其實正在幫助你 祂是創始成終的耶穌 祂在幫助你親近神 祂在幫助你祈禱 譬如鼓勵人祈禱 神很想聽你祈禱 你一祈禱神便會歡喜 祂立即回應你 神是 譬如鼓勵人看聖經 聖經有很多寶貴的應許 你一看 你明白這些真理 你就有信心 你就把握 你就不會被人影響 你就會站穩 所以越看聖經 越明白聖經 和練了聖經的一些金句 你可以隨時應用 你就不會那麼容易被人傷害 這些就是用恩典來鼓勵他看聖經 沒有聖經 你的聖經基礎不好 你就容易被人欺騙 被魔鬼欺騙 被人傷害 所以越看聖經 越明白聖經 你的信仰就越穩固 我們就可以用恩典來鼓勵人 看聖經 讀親近神 悔改 離開罪 提升生命 適奉神 譬如適奉 就算我們給了一杯糧水 一個小子都不能不得賞賜 所以你有心侍奉 神一定喜歡 神一定提升你的 神一定欣賞你 賞賜你的 就算你現在能力不夠 你可以能夠有鼓勵人 神都會歡喜 你開始做小小的關心人 對人有笑容 神已經歡喜了 神就會祝福你的 你慢慢可以學習更多的事奉 即是用恩典來推動人 恩典包括什麼呢 神是創始成終的 是開始拯救我們 改變我們 賜給我們裡面有動力 賜給我們裡面有生命的改變 又在過程提醒我們 又給我們力量 給我們恩賜 給我們機會 一遵從祂 祂就會祝福我們 祂就會紀念 就會賞賜 即是從開始祂會幫我們 提升我們 給我們力量 給我們鼓勵 給我們應許 給我們 給神的同在給我們 當我們一聽話 神即時賞賜 來鼓勵人 好 我們一起起來祷告 在這一刻 當你想到 如果有人氣壞你 如果有人有時氣壞你 你覺得心裡很不開心 在這一刻 你都來到神面前 我代替耶穌跟你說這些說話 你閉上眼 我代替耶穌跟你說 主耶穌說 我已經為你釘十字架 已經扶去你一切罪的代價 我已經升到天上 為你不斷地討告 我已經清理為儀 你有我的義婆在身上 耶穌的義婆在你身上 你是在神的眼中 好像耶穌一樣 這麼潔淨 這麼聖結光明 所以我們不需要繼續指控自己 我們也不需要指控別人 多謝天父 多謝天父 大家在這一陣子 你嘗試醒察你的內心 有什麼指控 別人給你的指控 或者你給自己的指控 或者你給別人的指控 在這一陣子 你反思一下 然後求主幫助 天父 多謝你 讚美你 因為你是一位 很憐憫我們的神 時時都接納我們的神 你是無條件接納我們 耶穌是無條件為我們釘死的 不是我們做好 然後耶穌為我們釘死 是我們患了罪人的時候 耶穌已經為我們釘死 我們多謝你 主耶穌你是無條件接納我們 我們只要接納你這個赦罪的恩典 我們領受這個禮物 我們就無條件被赦罪 也穿上這個兒童 在神眼中 好像耶穌那麼聖結光明 我們多謝你 讚美你 因為你就是一位接納的神 你不去控訴 魔鬼是早夜控告弟兄的 很多人就是被魔鬼影響 被罪影響 所以時時都控告 所以在這個世界上實在太多控訴的說話 求主幫我們處理這些控訴的說話 幫我們放手 對這些控訴放手 幫我們深信我們是寶貴的 我們是重要的 耶穌洗淨我們一切的罪 耶穌接納我們的 耶穌提升我們的 耶穌加力給我們的 我們是寶貴的 我們是重要的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多謝耶穌的大恩 多謝耶穌的大愛 你接納我們 求主幫我們遙恕自己 對自己做錯的事 放手 也對人用一個 柔和的方法 用恩典去鼓勵人 不是用律法去控制人 不是用控訴來控制人 多謝天父 感謝天父 求主釋放我們的靈 叫我們興省 Hallelujah 我們一起叫Hallelujah 將那些重點叫出來 Hallelujah 多謝耶穌 多謝耶穌 所有控訴都離開了我們 多謝耶穌 Hallelujah 我們可以輕輕鬆鬆 Hallelujah 多謝耶穌 Hallelujah 多謝天父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感謝天父 神釋放我們的靈 感謝天父 多謝耶穌 達不到靈 夢 除你 多謝 不 rogen 運 垃圾 還有 zeni �지 乞 尼 苦 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